吃瓜吃到现在,觉着先生是一个,被社会各方视力抹除的存在,是真正意义上被社会性谋杀的人,前无古人后无来者,协会不负责任的意志判决,造成以下客观事实,无法使用自己名字注册手机,失去信用权,不能用自己名字网购,唤卖,邮寄,智能家电会对自己名字进行抵制警告,无法使用自己的照片注册平台,失去肖像权, 被一些老师和教父机构编写进教材,考题,作为反面典型灌输给祖国下一代,失去名誉权,被人送花圈,辱骂,被恶意篡改百度百科,称其全家是日本人,他的名字是汉奸的代称,卖国贼的别名,人人都要骂,不骂就是二鬼子,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,不敢出门,失去劳动, 综上,不能合法使用自己的姓名,不能合法使用自己的照片,不能合理出现在公共与网络环境下,失去姓名权,名誉权,劳动权,想象权,这是剥夺了一个现代人活着的所有基本要素,无论是物理层面还是精神层面,我不知道这件事最后会如何收场,是就这么让他继续被抹杀,等一个若干年后,允许拍张正面照, 是有人在若干年后说一句,不过照片而已,感叹下当年被裹挟的众人,惋惜下这个倒霉蛋,是有关机构部门意识到问题所在,默默放出他的资料,当一切未曾发生,还是能有一个关于真理大讨论,像当初把他拍死一样,让当事人说出真相,让前民去讨论何为事实,何为造谣, 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,未来走向不明,但让人见识到云永可以杀人,不仅可以杀了当事人,还可以株林九族